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错了就要惩罚 碧落健壮 连忙趁热打铁道 或许没法呈现具神运 但模仿个七八成还是不成问题的 模仿谁呀 窗外忽然传来了一人的声音 吓了两女一跳 碧落更是立刻跳了起来 抱贺一声 什么人 这里可是半月山最核心的位置 是女王大人的寝宫 怎么可能被人无声无息的就闯了进来 抬头望去 碧落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正正的 你你你 他竟看到了一张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面孔 善精罗也正主 扭头望着 那静在支持 却思念了几十年的面容 一脸失神 阿罗 杨开笑眯眯的伸手打了个招呼 然后转头望着 碧落的 小丫头 趁人之威 挖人墙角 可是不道德的 碧落对 扇青罗的态度 他早已知晓 当年在中都那边 就是如此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这女人的爱好 还没有改变 简直是 朽木不可丢 阴阳调和 乃天地大道 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过话说回来 当年在中都世界的时候 自己与毙落 可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 这一见面 杨开就不由自主地 望了一眼他的红唇 那种事 可是让人食随之味 回味无穷啊 说着话 杨开便要从窗户走进来 砰的一声 扇青罗将窗户给关上了 坚硬的窗目 砸在阳开的鼻子上 让他不由地 止住了步伐 哼 刘延在一旁 轻哼一声 夹杂着 说不出的 鱷鱼之味 厢房内 扇青罗 伸手揉了揉 太阳雪 碧落一脸 呆滞地望着他 大人 你做什么呢 朝思暮想 这么多年的人出现在眼前 怎么给他吃了个闭门羹啊 不是应该立刻投怀送抱 一速相思之苦吗 扇青罗咒没倒 喝多了 好像出现了一些幻觉 说话间 又打开窗户 抬头往外一瞧 四目相对 砰的一声 窗户又被关上 这酒精好大 碧落 你从哪里转来的 碧落哭笑不得 于父 窗外 杨开忍无可忍 一把推开 迈步走近 顾盼雄兹 为父回来了 你竟敢避而不见 简直反了天了 扇青罗侧身望着他 上下打量几眼 这才惊讶万分地说道 夫君 仿佛才看到他一样 杨开上前一步 捏住了他的脸颊 往一旁扯去 让那好看的脸颊 立刻变了形状 恶狠狠地说道 说吧 你想干什么 莫 莫有啊 扇青罗口齿不清 我以为 喝醉了 你真回来了 气生太高兴了 简直心花怒放 脸上哪有半点高兴的样子 扬开眼角一抽 这怎么跟自己想象的情景 有些不太一样啊 轻哼一声 松开了手 扇青罗揉着脸颊 切切地瞧了他一眼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问道 乌军啊 你来了多久了 有没有听到什么 你不能听到 扬开哼哼地 哼 该听不该听的 我都听到了 扇青罗叹息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绝人 似做了什么极为重要的决定 伸手搂住了碧落的肩膀 将他揽入怀中 一副滚刀肉的架势 既如此 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瞒你说 妾身如今与碧落二人情投一合 双宿双飞 日子不知道过得有多笑容自在 早就把你给忘光光了 请原谅妾身这些年来的寂寞难耐 一亲别恋 说着话 一弯腰深深的 对不起啊 杨开眼角跳得更厉害了 碧落还在发傻 扇青罗伸手在他背上遗恨 也立马弯下了腰 急急忙忙的 挖你长脚了 真是对不起啊 扇青罗支起了身子 手拉着碧落的小手 歪头望着他 一脸柔情蜜意道 父亲 父亲 不对 杨小弟 只要你不猜散我们 什么都好说 杨小弟 杨开咬着牙 一字一顿 善清罗笑道 你年纪比我小 这么称呼 没问题啊 你若觉得吃亏 我喊你是杨大哥好了 反正也不掉块肉 话没说完 便被杨开 伸手一左一右 扯住了脸颊 翘脸再次变形 你闹够了没有啊 住手 扇青罗交贺 你和我夫妻情分已经 干嘛还要动手动脚的 你这耍流氓 好了 说正经的 杨开揉宁了一分 过足了手引 故作归严地望着他 有些不明白 他到底在闹些什么 这几十年没见了 自己巴巴地跑过来 就给自己演了一场大戏 啥意思呀 哼 我说的就正经的 扇青罗一脸不服气 怎么 请你在外面 蘸花惹草的 就不许我 已经别练了 我几时在外 蘸花惹草了 杨开一阵心虚 说的话也不硬气 不对呀 虽说他确实 蘸花惹草了 也跟董宿竹和苏妍 坦白了 但扇青罗如何能够知晓 定是在随口诈我 待会儿无论他怎么说 自己打死不承认就行了 扇青罗冷笑一声 视线下疑盯着留言道 哼 连孩子倒有了 还敢说自己 没有沾花惹草 脸色忽然变得温和 蹲下身子说道 小妹妹 你娘叫什么名字呀 杨开大笑 伸手摸着留言的脑袋道 哈哈哈哈 你问他呀 忽然明白扇青罗 为何一见面 就这般阴阳怪气了 原来以为 自己带了个女儿回来 醋味可够大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若非当年 若非当年 留言破壳塑体时 自己就在一旁 杨开也不敢相认 更不要说 与留言几十年 没见面的扇青罗了 会有误会 也在所难免 毕竟这前后的改变 也实在太大了 自己跟他说 你是谁 杨开笑呵呵地望着留言 留言的睫毛闪动 一脸怯怯的模样 抓着杨开的衣角 慢慢躲到他的身后 低声道 爹 我不想在这里 这个阿姨 好奇怪啊 杨开脸上的笑容 立刻变得僵硬 瞪大眼珠子 盯着留言 顿时一种 自己被人 从背后捅了一刀的感觉 你还有何话说 扇青罗冷笑树声 缓缓起身 美眸逼视杨开 我说个屁呀 杨开大怒 伸手摆上了留言的身子 一脸严肃地盯着他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这些年代你不薄 你为何这般害我 留言渲然欲气 爹 你弄疼我了 够了 扇青罗娇和一声 一把将留言 拉到自己身后 瞪着杨开道 连小孩最欺负 你就是这样为人父的 杨开顿觉 有理说不清 上去抱着他说道 阿罗 这是个误会 你听我解释啊 有什么好解释的 扇青罗冷着一张脸 将他推开 我这是看错你了 从今日起 你我夫妻 恩断义绝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杨开如遭雷尸 身子一阵晃动 脸上血色褪劲 刘炎 站在扇青罗旁边 吐了吐舌头 完了 这下似乎玩大了 倒是毕洛一脸振奋之色 若真是如此 自己未必就没有机会 趁虚而入 虽然有些不道德 可这也是为了女王大人 早日脱离苦海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阿罗 真要如此 杨开一脸肃然地望着他 扇青罗眼中 闪过一丝狭促 却坚定地点头道 我一举 杨开转过头 一脸沧桑 沉思了一阵 叹息头 也罢 曾因醉酒编鸣马 唯恐多情 物美人啊 阿罗 你好好保重 扇青罗心头一跳 盲说道 你去哪儿 杨开跳上窗台 随手摆了摆 身形一晃 冲进了夜色之中 眨眼消失不见 喂 你回来啊 扇青罗大惊 我没想到杨开真的走了 怎么就走了呢 自己只是气不过 他一走多年 开个玩笑罢了 这臭男人竟然如此拒绝 也不止哄一下自己 冲到窗边喊道 你回来 你回来啊 夜色寂寥 毫无回应 扇青罗的身子 瘫软在地上 眼眶通红 嘴中物质泥南 你回来啊 没良心的东西 宽广的胸膛 从背后靠近他 贴住了他的胶躯 一双大手 还住他的腰肢 将他轻轻揽住 雄浑的气息 在耳畔边吐开 骗你的 扇青罗转过身 泪如雨下 一双粉拳 在杨开胸膛上砸着 却是软绵绵的 没有力气 与其说是在发泄 倒不如说是撒娇的成分居多 杨开笑嘻嘻地望着他 一动不动 杨开伸手 拎着他耳边的绣发 一双毛子 也是寒情默默 似要将眼前这个人 吞进视线之中 补偿着几十年 相思之苦 浑声道 我错了 扇青罗的 错了 可要受到惩罚了 杨开微微一笑 那不知道 阿罗要怎么惩罚为父 扇青罗抬起一手 摁在杨开的胸膛上 抬头冲他嘻嘻一笑 希望夫君能撑得下来 我不要死得太早 话音方落 掌心处上缘意图 便将杨开震飞了出去 他如今有虚王三层性的修为 力量抒发自如 所以这一掌 根本不会对杨开 造成任何伤害 杨开双手枕在脑后 整个人直直地 往墙上撞去 他却仿若未决 只是笑吟吟地 盯着扇青罗 想要知道 他要搞什么鬼名的 扇青罗缓缓起身 盘口一张 一道圣缘吐息而出 后发先至地 扑到杨开身后 化作一张蜘蛛大网 鞋挂在了半空中 杨开撞在那网上 只感觉背后处 传了一股极强的粘力 他微微睁了睁 竟是没能挣脱 反而将自己越陷越深 连双手都被粘住 扇青罗 扇嘴娇笑 声音苏眉 直让杨开的骨头 鲜软了三分 素手一抬一 门窗哗啦啦一阵 齐齐关闭 脸部轻抬一 不紧不慢地 朝杨开走去 杨开口舌发干 色声道 你做事 扇青罗抬脚 迈上了那蜘蛛大网 举高临下地俯瞰着阳开 死天神 在巡视着自己的领地 淡淡道 你觉得呢 另一间相访中 起始点缀 光线柔和 碧落双手撑着脸颊 一脸哀愁的表情 回来了 那交互居然回来了 而且一回来 便将女王大人给弄哭了 真是气死个人 他这一回来 自己以后 怕是半点机会也无了 不过 为什么自己一点 醋意也没有呢 反而替女王大人欣喜 甚至自己心中 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 摇了摇头 抛开脑中的胡思乱想 碧落这才恍然回神 想起自己刚才 还带了一个小客人回来 扭头望去 只见那小姑娘 就坐在桌子的另一边 一动不动 安静得有些不太像话 黑白分明的毛子 一片清澈 宛若一汪清泉 也不知道再瞧些什么 视线没有焦点 真是精致的孩子 也不知道 那男人是跟谁一起生出来的 真是会生 不好意思冷落了人家 毕落挤出一丝微笑 在自己的空间界中 翻找一阵 找出了一些 浆果般的东西来 放在她的面前 吃吃吃看 很甜的 刘烟低头看着那灵果 抬头看着她 一本正经的 我不是小孩子 毕落扑齿一笑 伸手拍了拍她的脑袋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干嘛不承认 刘烟懊恼地甩开她的手 怒道 再这样 我对你不客气了 虽然努力做出恼怒的表情 但这样的年纪深行 配上那粉雕玉琢的面容 却更让人欲罢不能 毕落道 年纪不大 脾气还不小 好了好了 不摸你就是了 刘烟动了动身子 往椅子后面坐了坐 整个身子几乎 都陷在了椅子当中 毕落没话找话道 你爹对你好吗 他不是我爹 你刚才不是还喊他爹吗 怎么一转眼就不认账了 哦 我明白了 你定是替你娘打包不平啊 果然人小鬼大 不过你这样是没用的 你爹他有好几个女人 女王大人 不过是他其中之一罢了 忽然觉得 跟一个小丫头讨论这个问题 有些太过无稽 连忙打住话题 你今年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 你娘在哪 你爹娘又是怎么认识的 女人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自我安慰 是在替女王大人打探敌情 好能做到知己知彼 流言缓缓转头 静静地凝视着他 碧落的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啊 你很烦啊 能不能闭嘴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